分组与分群 我们在课堂上管理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需要 把学生分组 有时候我们需要把它分群 什么叫分组跟分群 基本上来说 你有这么多学生 我们把它分成组别 好,来 分组这里 建立群组 这是第一组 其他的可以 不用填,因为不是必填 你可以 删除这个群组 如果你选了,可以删除 可以再建立第二组 然后针对这个组别 你可以去选你的学生 我把这几个学生加进来 如果你不想加 就可以选择移除 挑你的学生某一个群组 然后我再选择另外的 学生 假设我组别设好了 等一下我出作业的时候 这些人都要交作业 但是我看成绩 或者是我看作业的时候 我可以分群组来看作业 这样就可以比对出 他们交作业的状况 那什么是分群 分群你可以把它想成说 假设你是客人 你有带了好多个班 不同的班 我可能会出不同的作业 不同的班 我可能会看不同的教材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要用到分群 好,建立分群 C601 601班 好了,假设是这样 我再建一个分群 C602 分群建立之后 你选择 六年一班的学生是谁 在这里 删除这一个 设定这里 编修在这里 601是哪里? 第一组的学生是601 第二组的学生是602 假设是这样 当然你第一组的学生 你也可以排到六年一班那边来 就看你自己选择设定 这样子你设定完之后 你在出作业或者出 做你的那个 研习资料的时候 学习资料的时候 你可以不同的学生 给他们看不同的东西 growth 优优独播剧场 冬播剧场 谢谢大家